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hanel老师截图来自Payscale 2021年2月份的最新更新数据 薪资的中位数是6万澳币每年 最高可以达到9万澳币哦 那么当然赚的最多的要是房地产 律师 也就是property lawyer 那么Chanel给大家的截图来自于SIC 房产律师基本都能达到10万澳币每年哦 那么房产律师要做的事情也相对会复杂一点 比如说有起草租赁许可转让这些文件 那么还有地方的会议以及房屋管理局联络这些等等 积累了经验以后 最终大家都可以往中央律师发展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市场的需求 自由选择不同的行业 当然律师也是移民专业 对于有三号移民的同学 在西方国家有一份律师的工作 收入高不说 社会的认可度也是刚刚的 以上呢就是律大老师给大家 整理的澳大利亚学法学转业毕业的同学 这一方向的内容了 那么对此还有一些细节想要咨询 或者想申请法律专业的同学们 记得老规矩 底下评论或者是私信老师哦 那么学浪老师分享就到这里啦 拜拜